六扇门 今夏这边就轻松堕了 文书写好 成给了三法司 今夏就闲来无事 和刚刚公差回来的几个同僚侃侃而谈起来 几个男人围着今夏 听他说起这民间秀女的事情 个个是目瞪口呆 垂涎三尺 今夏看看这一众人的胃口被吊得高高的 那神气 整张脸都放不下了 一歪嘴 一挑眉 众人的心都要跟着一起衣服的 糊涂涂一个耍宝小猴子 要是再来上一把瓜子 恐怕这说书先生就要失业了 嗨嗨 众人一惊 慌忙抬头查看 杨月站在外围 俨然一副杨成万抓包的架势 嗨 当是谁呢 吓我们一跳 人群里一个声音说道 今夏 继续继续 别理他 又有人催促道 哎呀 散了散了 明日再给你们说 今夏白白手 完全没有要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众人也就随之散开了 今夏看着杨月 用肩膀撞了一下杨月的胳膊 怎么了 大阳 显然还没从夏爷的身份里正扑出来 我说夏爷 你这案子接了 是不是该给师父和袁大娘吃一声吗 这老人家们都惦记着呢 大阳提醒今夏道 对哦 还得去你那一趟 凑凑 今夏拉着大阳就往外走 你倒是慢点 夏爷 又急吼吼的 杨月那么高个子 被今夏拉着有点跌跌撞撞的 接儿吃啥 吃鸡 给你们补补 好累就知道你心疼我 那几天的周啊 想想就 两人打打闹闹 向月西酒楼去了 京城的街道比洛阳繁华多了 各种小贩 各种铺面 吃穿用度 真是应有尽有 如果还有钱 那就更完美了 今夏和杨月在路上并排溜达着 一边呼吸着熟悉的京城的气息 在一个杂货店门口 今夏停下了脚步 大洋迟疑地看着今夏 凑 给月儿买点小玩意儿 今夏拍了下杨月的肩膀 往店里走去 不用 月儿还小 根本玩不了杨月冲着今夏喊着 跟了上去 一 四姐 今夏惊奇地叫道 一袭紫蓝色裙装的小姐回眸 玩耳一笑 今夏妹妹 姐姐也会到这等粗鄙的小店来逛逛 今夏调侃道 大眼睛滴溜溜转 怎么就不能逛了 新奇的小玩意儿不都是这种地方才有吗 吴小姐缓缓地答道 姐姐果然和一般的规格女子不同 涉猎广得很 一边说着一边竖起大拇指 晃啊晃 吴小姐只是笑笑 也没多说什么 拿起这个又放下那个 继续挑选着 今夏也在旁边挑了起来 拿起这个 放下那个 还时不时摇摇头 吴小姐余光看着今夏 扑吃一声 笑出声来 姐姐莫要取笑我 今夏撒娇地说道 吴小姐无话 只是笑着 转身去了另外一边 小丫头半许跟着 今夏挑了一只波浪鼓 准备付钱走人 吴小姐也选好了 来到今夏身边 老板 这些个一起 半许付账 说着 拦住了今夏 姐姐不用 这是我送给小侄女的礼物 岂能让姐姐破费 今夏又把铜钱递给老板 那好吧 待日请你到府上做组吧 姐妹们叙叙旧 吴小姐没有阻拦 就说道 好啊 好啊 改日去拜会姐姐 今日就先告辞了 今夏作医 和吴小姐道别 和大阳一起 往酒楼走去 时不时回个头 跟吴小姐挥个手 吴小姐待今夏消失在人群中 才和半雪一起打道回府 尖角 有一个人 一直盯着吴小姐 刚才的一幕 全被看在眼里 月夕酒楼 娘师傅我回来了 直今夏边跑边喊 进了后院 小点声 月儿刚午睡 怎么还吃起来了 原母赶紧低声打断 今夏的话 今夏双手捂着嘴 猫着腰 看看摇篮里的小人 睡得正香 小月儿 姑姑给你带礼物了 说着 捏手捏脚地把波浪谷 放在小不点的身边 生怕弄出一点声响 这时 杨成万从前厅过来 低声道 你们快去吃饭 我来看着月儿 谢谢师傅 今夏说着就大步 轻声地往门口走去 快到门口的时候 跳了出去 仿佛才回到了自由世界 原母跟了出来 看你这样子 这么大了 还跟个孩子似的 马上自己都得养孩子了 打去道 娘女儿还小呢 还没伺候够您的 今夏撒娇 又快挂到原母身上了 我不用你伺候 我身子硬朗得很 你们好好的就行 别让我担惊受怕的 天天原母一本正经地说道 知道了 娘放心 有大人护着我呢 不担心哈 今夏一只手挽着原母的胳膊 一只手还捋着原母的胸口 宽慰着原母 就你会说话 一眼儿有没有伤着 原母担心地问道 嗯 一点皮外伤 林姨看过了 也是心疼得很 跟您一样一样的 今夏也是五官都要凑在一起了 一字一顿地说给原母听 伤着了 那就得歇着 晚上叫她过来 我给她炖点汤水 补补 原母叮嘱道 知道了 那您看这女婿都快比女儿还中了 今夏开玩笑道 可不咋的 没了爹娘 不得咱疼着 原母一只手戳着今夏的脑门 一边叮嘱道 是 是 娘要多多疼来大人 咱们就是她最亲的人了 今夏说着 也重重地点点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